在翡翠里有三位名字很相似的兄弟 那就是尤青、花青以及甘青翡翠 不要看他们的名字很相似 但他们的长相各不相同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这青字辈的三兄弟 我们首先来看花青种翡翠 花青的底色是绿色或无色 颜色深浅不一、时疏时密 且绿色多呈现为青色调 分布比较花 一般来说 预致细腻、色泽清脆鲜亮 手感柔润光滑的花青种翡翠 价格也是很高的 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而甘青种翡翠通常是以满绿色呈现 分布不均匀 长扮有黑点、黑线、黑块 而且翡翠晶体颗粒较大 透光性较差 通常被归为中低端翡翠 因其绿色受人喜爱 往往用来制作比较薄的手势 油青种翡翠的颜色色调上 是趋于暗色系列的 高档油青种翡翠的数量相当稀少 它的颜色非常均匀 透明度很好 且具有一定的荧光效应 这样的油青种翡翠 颜色尽管属于灰色调的 但是色调并没有灰鞋沉闷的感觉 而是灰中显露出阳刚和正气 这样的油青种翡翠价格是很高的 综上所述 花青、干青、油青 这三种翡翠各自的品质 也有高低之分 所以市场上的价格也是各异 具体还要结合种水色宫来判断 不可一概而论 好的家人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恩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见